南無佛陀耶 南無大摩耶 南無曾經耶 南無佛發生 您是我們的救助 您是我們的真理 您是我們的道士 您是我們的光明 我回憶你 我信仰你 我准敬你 學習佛法的人生是很難得的 好多人都不懂佛法的基本道理 這一點相當的可惜 我強調的是什麼呢 就是文思修行所放的第一 以為的想到自己的解脫 這一點是不合理的 如果俗禍女行的 連一條戒律都沒有的話 那麼修行佛法就根本是談不上 作為一個佛教徒 我們在世間當中 首先大家要遵俗國家的有關法律法規 同時要遵俗佛教當中的戒律 因為戒律在一個修行人來講是非常的重要 戒律當中當然分別戒陀戒 菩薩戒和密乘戒 如果你是修小乘戒的話 那麼遵俗 修復自己的戒條很重要 龙俗菩薩也這樣修過 戒律實際上像大地一樣 大地當中可以生長萬物 如果沒有大地整個萬物的成長就沒辦法 同樣方面一個人的相续當中如果沒有戒律 就不能獲得解脫 所以我們最少也應該受一個皈依戒以上 皈依戒 如果简单的來講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胜 皈依佛以後儘量自己的戒戒不要与邪魔外道不戒律 皈依法以後儘量不害眾生 皈依胜容以後儘量与外道不戒律 即使你的身體如果在外道的一些場合当中不能离开 也不能与自己的見解与外道相處 这样的一种理念就是所謂的皈依善保 这一点在座各位居士也应该不可缺少 不可缺少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即生当中如果收获内心的 连一条戒律都没有的话 那么修行佛法就根本贪不上的 如果你自己有了约束 因为戒律当中有很多的居士戒 出家戒 居士戒当中也是有皈依戒 义分戒 圆满戒 有许许多多的戒也好 但是最少也是大家都要有一个皈依三方 这样的一种觉醒这是非常的需要 因为在座的大家也知道人生几十年很快很快就过了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行持呢 实际上佛教所讲的这些道理真正宣说了宇宙人生的证明 现在世间当中的任何文学家知识分子 他们的探索利语当中的的确确是佛教所说的 微妙的知识没有说到的为什么没有说到呢 东西方的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一些文学家 通过他们的文证当中也可以得出来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不管是所宣说的戒律 或者像其他的因果证明应该是复活实施 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人修行佛法 对佛法的信心那么大呢 实际上我们不以为是这些都是迷信的 迷茫的 不能这样认为的真正通过我们的智慧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自己的信心自己的如来藏的泛淡面目得以体现 当他得以特显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再怎么样 制止他也是无法控制的 所以我本人认为实际上我们的学习佛法 还是对整个家庭 社会 国家都有非常大的利益 为什么呢因为佛教刚才我所讲的戒律当中 戒律当中大家受皈依戒 受居士戒以后 一切恶事都尽量地不做 本来我们现在世间当中杀神 偷盗 邪音 说妄语 说恶语 说处语 以及生嗔恨心 生贪心 不好好都受愚痴 有很多我们经常所讲的十种不善业 在这个社会当中非常烦体现 相当可怕的 我们下面的社会当中对真正的 世间的真理不动 愚昧无耻 而一些当官当中也有贪婪欠财 不守护自己的规矩这种现象现在越来越发展 越来越严重 这样的社会场合当中佛教的教育必不可少 如果我们所有上上下下的人按照佛教的道理去 也不偷盗 不说妄语 行持善法 因为佛教的所有理念归纳的话 释迦牟尼佛也是说过 所谓佛教的意义就是 诸我魔作 诸善奉行 自尽弃义 词我佛教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不做任何坏事要做好事 这就是佛教 佛教归纳起来 如果有人问什么是佛教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回答 诸我魔作 诸善奉行就是佛教 这一点大家都是应该比较明白的 那么我们甚至世间当中所有的人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你们想一想这个社会会不会得到和平 是会不会人们都身心获得健康 首先我们应该从皈依无解 从这个角度来应该发现到佛教的伟大 佛教对社会的贡献 如果我们世间当中学佛的人越来越多的话 那么世间当中各种违法乱七的现象会越来越减少 就是会越来越减少所以说我自己个人认为 应该现在人们所提倡的所谓和谐社会 这些应该是从佛教从宗教的精神开始 人与人之间的心里得到平衡 所以我们佛教徒应该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 大家应该以和睦相处为主 以前我也经常强调大家作为一个佛教徒 不要生生贵贵的在家里也是不好好地孝顺父母 在单位当中不配合上下成员 自己做什么都是顺顺便便 那么这种佛教徒是不合理的 应该我们在世间当中做任何一件事情 非常如法 非常合理 应该讲人情 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佛教徒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噶当派的 包括阿底下尊者为主的很多上师 接受弟子的时候首先看看这个人怎么样 人非常好的话他就会传授佛教的一些甚深的知识 如果觉得这个人人格不好的话 那么不会传授佛教的真理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平时在自己修炼过程当中 的的确确现在社会需要慈悲心 需要观乱心 同时我们作为佛教徒千万也不要自私自利地想到什么呢 想到自己 意味地想到自己的解脱 这一点是不合理的 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可怜的人 比如说有些小孩没有读书的朝间 那么我们作为佛教徒应该想办法帮助他 有些人没有看病的条件我们也应该想办法帮助他 有些人没有人照顾这种人大家也应该帮助他 那么有些人贪污一些国教的财产或者一些费力的手段 相受的话我们也想尽一切办法制止他 我们怎么样制止呢千万不要享用人们的血汗 如果你即生当中也许是顺利的 但是你这样用了以后将来会得过报应的 这样之后也有帮助的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当中凡是违法乱及的一切事情 我觉得应该支持凡是世间当中的一些好的事情 我自己认为我们佛教现在应该自身地弘扬什么 佛教的大悲观 佛教的这种大慈大悲观念并不是口头上说 我要度化一切众生就可以了 应该在我们实际行动当中去体现 哪怕你的路边看见一个可怜的人 那么我们尽量去帮助他 我听以前有一个人他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路边有一个非常可怜的老人他走不动 然后那个时机他马上下来 把老人扶起来上车然后他送到家里 他送到家里之后那个老人很想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他根本不说 因为我们佛教的风险无条件的风险 并不是说我今天帮助你你明天应该给我汇报 不是这样的这种风险实际上是应该有条件的 不太合理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所谓的有些修行 并不是在口头上真正要说而实际行动当中能行持 这是非常非常的需要现在社会需要这样具有大慈大悲心的人 因为上上下下许许多多的人表面上说 为人民服务 为了众生 我们佛教徒最喜欢口头上说为了度化天下无边的众生 现在世间上的一些公务员和领导说我们为了人们如何如何 实际上都意味地像自我的宣传 自我的弘扬 自我的这种扯虚 那这不是佛教真正的精神 并不是世间当中真理的精神 像中国以前有古文化的一些传统 古文化对人的思想品德方面非常的重视 但现在因为受到西方文化的一些冲击 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不但一无所知 而且还进行博持这种现象是日夜严重 所以说我们希望应该要学古人的自足少欲 简朴的生活现在人们的贪婪心越来越严重 很多人现在每天都是奔赴忙碌 忙碌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钱财 为了房屋 为了轿车 有了一辆轿车不行还要想买两辆轿车 有了一栋房子不行还要买更好的别墅 有了一个别墅还不行在另一个城市当中还要想这个别墅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贪婪没有总结之前 人的欲望不断地发生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很多人会做很多的坏事 因为你的要求非常地高 你在整个世间当中恐怕有些贪心制止不了 的话有多少栋别墅他还是要想啊 我在这里有个别墅不行要美国有个别墅 要美国有一个别墅不行我到加拿大有一个 加拿大也不行可能还要向日本要有个别墅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贪婪 人生几十年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过了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表面上看到 现在的科技发达各方面的方便技术越来越提高 大家都觉得欢喜若狂现在真的是不想跟古人 其实跟古人的思想方面相比较起来 现在我们新一代的人是非常的可怜 为什么呢 以前古人过的生活是很简单的 不管是到哪里汉地也是这样的藏地也是这样的 很多地方将自己的生活简简单单地 过完了就可以了 就没有了 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现在人们的要求也就是说 生活水准越来越提高 而且他愿望的目的不相同 这样一来人们心里的痛苦越来越增加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或者消灭自己怨恨的对境 最后在生活当中发生了各种矛盾 冲突 最后自己心里也是苦不堪言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 非常需要佛教固有的爱心悲心 平等性和空性这样的一种智慧 有了这样的智慧 你有条件的时候你就很快乐地享受 但是你的快乐也不会特别的过分 有些人以前没有佛教理念的时候 遇到一些快乐对境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极为激动 然后遇到小小的一些痛苦的时候 也不妨面对特别的伤心 这种境界都不会出现的 你什么事情都是以岁缘而状 不要特别地去执着 大家在心里应该有这样的智慧 当你的生活当中 当你的工作当中 有时候可能会遇到非常顺心如意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可高兴的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 今天也许你很顺利的 但过两天也会遭到各种违缘的 有些时候你就遇到了一些生活上 工作上挫折 磨难那个时候可能心里特别的伤心 也没有什么可伤心的 今天也许你遇到了这样的困难 痛苦 也许依靠这种因缘当你的生活的未来 可能会有新的光明 新的一条路 所以大家应该在生活当中 怎样面对生活 这个是非常关键 如果我们没有懂得路道轮回的整个状况 很多人 尤其是我们现在 我是这样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面对痛苦的最大最了不起的英雄就是佛教徒 为什么呢 除了佛教徒以外 其他人遇到生老死病的痛苦的时候 谁都害怕 谁都恐怖 但是佛教徒的的确确是当他遇到生病的时候 或者烦恼的时候 死亡的时候 他有一种面对方法 这是任何一个人也是现在恐怕做不了的事情 包括世间上非常出名的一些科学家 文学家 理论学家他们一辈子当中研究得非常成果 对世间法研究得很成果 但自身遇到了一些感情上的痛苦 或者说一些精神上的痛苦 再加上死亡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痛苦的 所以我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感觉到 遇到佛教的智慧非常的荣幸 大家千万不要舍弃 不管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藏地 汉地本来都是没有佛教 全部是印度传下来的 印度传下来的只不过是法媒不同而已 就像汉传佛教当中禅宗和净土宗 实际上这两大宗派也是一样的 首先要发菩提心 宗节要积累资粮 最后要成佛果因此宗派与宗派之间的一些辩论 波刺这些都没有任何必要 大家第一个希望你既然来到人间以后 还是应该受一个最少也是皈依以上的戒律 这是人身一切功德的基础 从来没有皈依过那这个功德不会那么大 因为现在有些世间上的人也说了 皈依和不皈依都是一样的 只要心中有佛就可以 其实这个不一样 有很大的差别 有些人认为做一个形象上的意识不重要 其实形象上的意识的的确确也是重要 虽然它是一种自作相 但是它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因为我们所有的执着还没有消失 我们的执着全部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全部消失的话 那么这些都是空性的一种妙样 没有用的 可是我们的执着根本没有消失 根本没有消失的话 那么这些相大家也不要给意盖的夫人 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太极端地说 一切都是空性的 什么执着都不用了 那么有些人非常的执着 所谓的空性都没有必要 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学习过法的后果所导致 如果我们长期地学习了殊胜的一些教法 殊胜的一些真理 不会有这方面的过失 所以今天第二个希望 我觉得现在的社会需要佛教的关爱 要得到关爱 我们先要懂得知识 没有懂得知识你当一个佛教徒也是 相当相当的可怜 每天都是盲修陷恋 今天听说来了一个上师跑哪里 明天说是来一个上师跑哪里 我觉得今天你们这么多人来了 一方面是非常的高兴 很虔诚 你们这么多人突然听到一个出家人来了 然后跑来了以后我觉得是非常有信心的 另一方面我觉得你们还是有点愚痴的味道 为什么呢 听了一个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诗 不管是怎么样 然后随随便便大家都这样跑来跑去的话 对修行没有利益的 你们看到我有什么修行利益啊 没有 修行都是依靠自己的 我就没办法赐给习弟 没办法 所以说这也是你们一种不好的一面 的的确确是今天听说在这里来了个火火 明天来了个什么什么 今天跑到哪里 最后钱全部供养完了 时间全部浪费了 自己一点都是没有得到 现在这个社会尤其是在有些汉传佛教的居士团体当中 存在着这样严重的问题自己从来都是没有好好地闻思 现在因为古内外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 通过各种方式来给大家传授教法 在传授教法的很殊胜的这些方便和 殊胜的这些法门从来都不学 哪里有一个什么上师来了就开始到处跑 每天跑来跑去 我觉得没有多大的利益 所谓的修行就是靠自己 我也是以前曾经修学的过程当中 只是一直一两位上师以后再也没有跑过任何地方 你跑得越来越多的话 实际上可能对自己的收获是不一定很大的 因为每一个上师他有不同的一些手段 这当中也有可能真正假假的一些现象 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在领导当中也有真正假假的 表面上是一个内心也是一个就像我们所谓的芒果一样 外面成熟 里面没有成熟里面成熟 外面没有成熟 内微都成熟 内微都没有成熟的各种现象 表面上看来这是普通的人实际上是这样的人 各种各样的我们佛教徒当中也有很多真正假假的东西 所以说你们很多人听到一个上师每天都是风摇二戒 那这样我觉得也是一种愚痴的一面 也是一个信心的一面 但是信心和愚痴高不好变成迷信 如果高的话 执信 当然以前著名的梁启超他说过 佛教都是执信 并非是迷信 佛教是超识 不是迷信 他的意思就是说所谓的佛教是智慧的信心 并不是愚貌的信心 但我们佛教徒如果没有以智慧来摄持 肯定变成了迷信了 本来佛教它是超越世界非常殊胜的智慧 可是我们佛教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认为严厉世间自己不愿意在家里做事情 不愿意上班然后马上要想提广土到寺院里面去 成了厉世不是超市 成了厌世 所以我们佛教徒应该大家不要特别的盲目 一定要学一点知识 意思就是说要学一点知识 你学到的知识刚才我讲的第一个是邪律的技术 第二个是要学到佛教的知识 有了佛教的知识并不是自己享有 就是佛教的知识智慧和悲心 智慧能了知一切万法的真相 悲心我所了知的这种境界应该传授给身边的人 昨天我遇到一个年轻的人 他内心当中一种发愿给我讲了 我心里很高兴 他就是说我现在的这种学佛不是为命 不是为财产 也不是为自己的地位等等 而是为了一切众生 我所学到的知识暂时想利益一切众生 获得山区的果位 究竟想获得往生极乐世界 这就是我的愿望 我听到之后真的内心当中想 哎 这样的城市当中 哪怕是有一个人心的相续当中 有这么好的正见 非常了不起 心里有这么样的想法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 大家也应该不要学得太迷了 不要学得太靠近世间法 现在很多是拜佛 扫相了 就是让我平安 让我快乐 让我的家庭 当然这一点也可以的 这是佛教的加持 尤其是佛和菩萨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 通过我们的诚心祈祷 一心意义的祈祷 会不会获得这样的果呢 也会得到的 当你遇到困难 遇到不平安的时候 在庙里面去烧香 拜佛 让我获得快乐 从内心当中这样祈祷之后 真正会消除你的违缘 消除你的疾病 这是肯定会的 但是我们所谓的学佛不能意味地要追求这样的世间 这是没有任何用的 因此学到知识的最后应该是利益众生 如果利益众生的范围广大的话 天下无边六道轮回的众生 如果你范围比较缩小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对身边这些可怜的人 我们一定要去帮助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的 你熟悉也好 你不熟悉也好一定要去帮助 我们现在人类有这样的一种毛病 就是你的亲朋好友 你家里的人 你的亲人如果生病了 他们遇到违缘的时候我们拿钱去帮助他 我们就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 我们去帮助他 可是你素不相似的这些人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帮忙 这就是我们平等心修得不够的 如果你自他平等心修得非常够的话 那么一切众生都当过我的父母 其实别人的困难一模一样的 现在世间当中看很多人是不是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无条件的风险 佛教的大悲观 风险给整个社会 要懂得一切佛教的真理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然我们教理方面更甚深的一些道理 完全是今天短暂的时间当中 给大家讲的话有一定的困难 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现在有很多的方便法 包括法本 包括其他的一些方便方法 因此希望大家自己应该下功夫 在学佛的这些知识上面 一定要懂得真正的证明 不要盲目的行持 盲目的行持在我们世间当中 不仅是佛法当中 而且世间法当中也非常的危险 现在世间当中有很多的贪官 盲目地做一些事情 最后连自己最珍贵的生命也奉献 没办法了 最后受到什么样的危险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我今天希望我们首先 大家都应该最少也是受一些皈依结义上 中间应该尽情地多学一点佛教的知识 最后以大悲心来对待所有的众生 一定关爱我们一切社会上所有的人 通过和平和通过这样的平等观 帮助众生 帮助所有的人 而且这一点我觉得是相当的重要 然后今天在这里 就给大家简单地传一个 遣除一些病目违缘的几个法 因为我听到你们这边有些人说自己身上有什么护身 有些人说有各种各样的鬼病 但这种现象其实佛陀在佛经当中道久也讲过 我们众生的病有两种有一种病前世造的业 即生当中必定要感受 这种病在医院当中也是会治不好的 连佛号也是治不好的为什么呢 因为我前世当中杀害过别的生命 如果以生命的债我即生当中要还钱的话 必须通过自己的感受 苦手来还藏 就像有些人杀了人 故意地杀人 那可能必须要判死刑 没有判死刑 光是我们买一点用钱财来放回来 在现在的社会当中也是 非常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要判死刑 同样的道理 有些病人为什么在医院当中 怎么样治也是根本治不好的原因呢 就是我以前亲自伤害过别人的生命 那这种人即生当中你吃了多少药 念多少咒语 做什么样的佛事呢 不一定是治好 治好的原因并不是诸佛菩萨没有价值 并不是你的医院里面的药没有药效 就是你自己自身的这种罪业 自身的罪业就没有办法的就像有些判死刑的人 我们花多少万人民币搞关系想把它买回来的话 很多领导都是没办法的 即使我们拿钱来给国家主席搞关系 他也可能没办法的 我虽然是国家主席但是他犯了非常严重的罪 必须要判死刑 我没有办法肯定会这样说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有些病会这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念一些咒语 念一些佛号 不一定起作用的 其他暂时因缘的有些疾病 有些违缘 通过念一些佛菩萨的名号也会好的 那么这种念诵方法首先是药诗佛的心 这是在药诗经里面讲得比较多的 《显宗和密经》当中都讲了 那么我们观想的时候自己观为本尊 自己修文殊菩萨或者观影菩萨的话 自己观想本尊 然后本尊发光到药诗牛里世界 迎请药诗婆 那么药诗王的心口发光 发光就是这个光射到自己 比如说有其他的病人的话 这个药诗婆的光也射到病人的身上 然后我们就念诵药诗婆的心咒 这样一定会得到利益的 这个心咒七遍到二十亿遍 或者念得越来越多 这样很好 那么我们有些人身上有什么附体 或者平时别人的身体不舒服 遇到一些违缘 痛苦 心里不舒服 那这种情况下经常通过药诗佛的观想方法来 遣除自己的违缘 痛苦是非常有加持 因为药诗婆曾经在因地的时候 他发了十二道愿 十二道愿当中任何一个众生忆念他的名号 观想他 发这样的愿 遣除他身心当中的一切病苦 痛苦 发了这样的愿 而且后来愿已经成功了 无量的众生都享用他的加持 就像世间当中专门一个专家通过他进行研究 后来真正他所培制的药已经得到专利 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的认可 那么人们应用这个药会有药效的 但是那个药你也不能说是完全能治好 因为有些特殊的病人他也治不好的 同样的道理我们念佛号的的确确是 它是真实的 会起作用的这一点是毫无意愿 可是你对所有的众生能不能起到作用也不一定的 我们世间当中现在是任何一个药品 前一段时间我得到一个营养药 说是99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这个也是真实的我从介绍当中也看了 然后他们说你吃的话你各方面的病有好处 我说这个肯定有两种情况 如果我的病通过这种医药这个药是正确的 这是国际上也承认的但是对我的病有好处没有好处呢 肯定也有一个因缘同样的道理我们念药师佛的心咒 释迦牟尼佛的心咒绝对是正确的 绝对对众生是有利的 这一点是懂真理的人是可以认可的 可是每一个众生的根基和他的信心 和他的因缘是不同的 完全能百分之百起作用的话 这也是不能决定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佛教的这些道理的话 很多方面的问题因缘而解 所以我刚才说我们要观想药师佛的心咒 这种心咒当中发光融入病人融入自己 遣除一切违缘这么观想 这种观想方法显宗的经典和密宗的窍诀 结合起来观修 传承上有这样的教言 咒语或者可以念南无本师药师佛 或者念心咒 心咒我在这里给大家传一下 嗯配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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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唱尔摩H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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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H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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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hHHHNISGZHHHHMINXGZHHHHHHHYesGHHHHAHA 欧北汉泽 欧北汉泽 马哈欧北汉泽 人扎三门嘎德耶稣哈 这是通过耀师佛的咒语 遣除一切病魔的修法 还有《大悲陀罗尼经》的观点 也是观想观音菩萨 遣受遣言观音菩萨也可以 势必观音菩萨也可以 然后通过观音菩萨的加持 遣除一切病魔 也这样想 因为观音菩萨实际上是 一切诸佛的大悲本体 依靠他的加持力 遣除一切违缘病魔 这也是非常的殊胜 有时候自己都观想观音菩萨 然后念哲语也可以 或者自己的前面观想观音菩萨 让观音菩萨的身体发白色的光 遣除自相续当中所有的病魔 无始以来自己身上有一些其他的众生 那么有其他的 让他也获得了观音菩萨的加持 我也获得了观音菩萨的加持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也获得暂时究竟的利益 自己的身心也得以快乐这么观想 那么这种观想方法也是显宗密宗的窍诀 结合起来的一种修法 实际上念诵六字正言的功德相当大的 在《有观宝窃经》和《大乘有观经典》当中 宣说得非常详细 所以我们在座的一些各位平时没有什么事 在这个时候多念一些观音星咒 欧玛尼巴美宏很容易 欧玛尼巴美宏也可以说欧玛尼巴美宏两个都没有错 所以这种六字正言的观修方法 应该对自己的今生当中的深信有很多的帮助 我们以前的很多老修行人一辈子当中 念九亿观音星咒的也有九个亿大家都知道 还有有些人一亿 三亿 那么我们在座的人可能念了一万遍的话 啊 我念了好多咒语啊 我念了一万遍 其实一万遍不算什么多应该讲一天都是 没有什么其他事拿着念诸多念观音星咒 或者其他的咒语这主要是遣除一些违缘方面 还有一种观修方法叫做聚光父母的观修方法 其实聚光父母以前麦彭仁波切也讲过 所有的修行当中加持最快的加持最灵的 就是聚光父母的咒语 那么聚光父母的这种咒语大家也随时可以念诵 随时念诵的话 遣除各种违缘 你生活当中的不顺利 工作当中的不顺利 包括自己身心的一些迷乱都是依靠这种咒语来遣除 以前我们上师在寺院当中的时候大家共修 有时候大家都每个人念十万遍聚光父母的行咒 这个行咒的力量极为强烈 就极为强烈所以聚光父母的行咒我下面还给大家传一下 我马尔在耶稣哈 好 这是我们遣除病魔上面的一些咒语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修金刚萨埵 金刚萨埵大家也清楚 我们很多人可能无始以来都造过很多很多的恶业 那么这些恶业依靠金刚萨埵的发心 金刚萨埵的力量来遣除是很容易的 因为金刚萨埵佛以前在因地的时候他发过这样的愿 我将来遣除众生的罪业 就遣除众生的罪业 所以我们任何人忆念他 观想他 就会遣除一切众生的罪业 那么一定要念诵金刚萨埵心咒 最好每个人都念一百六十万遍以上 因为强谱仁波切的有些修法当中也讲了 念了一百六十万遍以上应该遣除以前所造的一些罪业 以前所造的一些罪业 所以我们很多人自己觉得自己业力非常深重 以前吃过很多海鲜 吃过很多动物的人 造过各种堕胎 造过很多很多的业 那这样自己也害怕到时候会不会堕落 能遣除没有啊 遣除没有啊 有这种担心的话 那么大家就念诵金刚萨埵心咒 好 那么这个咒语应该跟大家讲一下 平时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需要修持的一些咒语 总的来讲今天跟大家也在这里短暂的时间当中 简单地开始提醒 开始提醒的内容我刚才也讲了佛教的戒律 然后修学 最后利益众生 这几个问题是很关键的 那么具体修行的方法一定要打好基础 不要盲目地先修空性 先修最高的境界 好 高 无缘 这种修行对你来讲是不一定有利的 所以说大家应该在行持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次第心地修持 现在很多人没有这个次第的 那么次第是怎么样修呢 我们先从人生难得 寿命无常 因果不虚 轮回的过患 依止善知识这五种条件非常需要 如果你不懂得这五种条件 那么修行的基础就没有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的的确确 尤其是学习佛法的人生是很难得的 真正今天有机会修行这叫做下满满得 下满满的可能你们也学过 远离了八种无瑕 具足了十种圆满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转生到地狱里面 饿鬼里面 旁生里面 长寿天 以及具有邪见的 佛没有出世的地方 还有愚昧无知的地方 以及遍遍的地方 没有转生到这八个地方 我们是具足修行的机会 而我们从具足方面来讲 五种资源和五种他缘 资源就是说我们现在获得了人生 转生于佛教殊胜的众徒 自己的六根具足 然后对佛有信心 也尽没有变道 这叫做五种资源满 他圆满的话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如果其他的因缘不具足也是没办法修行的 但佛陀已经出世了 佛陀已经说法了 然后教法还没有隐没 而自己趋入这种佛法 三知识以摄受了我 这五种叫做他圆满 这十八种条件对我们来讲应该是非常的重要 观察自己的相续这十八种条件具处具足 如果具足的话一定要随喜 不能舍弃 不能放弃修学 具足这十八种条件我们称之为人身如意宝 而没有具足这十八种整天都是忙忙碌碌工作 实际上的的确确也是过得非常可怜的生活 自己可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但是我们人类当中的有些价值观也是不相同的 当然你不信佛教的人来讲这可能无所谓的 但真正信佛教的人一定要观察自己具备具足十八种现象 这就是人身难得的观修方法 宿命无常大家也应该清楚 观外面的七世界来观修无常里面的有情世界 世间当中的世间的大尊主 国王这些观修无常 然后世间的高僧大德看看怎么样出世的 怎么样隐没的 然后观想春夏秋冬等世间的一切外面的法都是无常的 包括自己的亲朋好友自己一辈子当中的各种感受 快乐 痛苦 经历 通过这种方式来观一切都是无常的 虽然你得到人身但是你没有观好无常 也是这个修行是不会成功的 这是第二个修法第三个修法 我们这样的无常实际上人死了以后 并不是现在有些人所说的那样 人的前世后世不存在就像火灭了一样 不是这样的 人一定会有后世的 而人有后世的话那么我们转生到 路道灵魁的话极为可怜 怎么可怜呢 地狱有寒热的痛苦 饿鬼有饥饿的痛苦 旁生有意识的痛苦 然后阿修罗飞天有战争的痛苦 天人有放逸的痛苦 人有苦苦辛苦变苦 这样的痛苦说成 所以路道轮回当中没有一个快乐的 应该从路道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这就是轮回痛苦的观修方法 这样的轮回痛苦 依靠什么样的因缘而积聚的呢 依靠前因后果 也就是说今生当中造什么样的业 后世当中产生这样的果报 善有善果 恶有恶果 这种因果的取舍方法 我们应该先了解 始终不善业 始终善业 还有一些破制罪和私心罪的概念 懂得这样以后一切恶事不做 一切善事一将奉行 只有这样因果的观念 因果观念当中大家都是知道的 一切的业它不会在地水火风的外境当中成熟 而是全部是众生的云界处里面产生的 白界当中所造的业不会控耗的 当它因缘聚合的时候一定会成熟的 这就是因果不虚的观念 这样的观念依靠具有法相 具有德相的 善知识的开示才能得到的 如果上师善知识没有开示 那么我们世间当中这样的真理绝对是不会了解的 所以一定要依止一个上师的教言 依靠奉行 以法供养来让上师伴起 最后上师相续当中的这些功德都得到圆满 这就是我们的依止善知 这叫做五种共同加行 还有不供加行 所谓的不供加行就是先皈依 发菩提心 尽注罪障积累资粮 修相应上师的法 这个意思我在这里简单地给大家讲一下 可能需要几分钟 首先我们要皈依三宝 皈依三宝不应该为我平安 为我快乐而皈依 一定要为了利益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而皈依 这是皈依 这种皈依是利益一切众生 这叫做发菩提心 所作所为一定要利益一切众生 当然我们利益中心的时候 首先要修慈悲心 慈悲喜思 慈无量心 如果你的四无量心修得非常圆满的话 发菩提心很容易的 如果你的四无量心修得不圆满 发菩提心就是修得不好 所以现在很多人口口声声说是菩提心 但是你看看你的四无量心修得好不好 然后你四无量心修发了菩提心之后 要净除罪障 修金刚杀毒 要么修百败子密 要么修金刚杀毒 然后遣除了自己的罪障 还要积累资料 吸资料的方法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通过供曼刹路 通过七指供来进行积累资料 那么最后自己心的相续应该与佛法相应 那么这也是依靠上师的加持 如果上师的加持这种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自相续当中真正的态悟 证悟也是根本没有办法的 那就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在一生的修行当中 依靠共同加行和不共同加行来大好基础 然后继续修持 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都是 不要再盲目地行持 应该大圆满前行为主的一些真正的教法 一而再 再而散地凡夫的观修 凡夫的修持 这样在自相续当中 获得了真正的利益 所以我们也经常要求加行修得本顾 不要再空口 我要开悟 我通过寻找神通 这些做法都是不合理的 现在有些地方好像真正的闻思修行 没有抓到终点 应该做一些火工 做一些其他的火炎 火工 灰工等等 这些都是不重要 我们学习一定要分主持 我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闻思修行是方的第一 自己也是一辈子当中 学习佛法 信心 修行佛法 并不是我今天到藏地去 明天到汉地去 到处流浪 白色操白 这也不重要的 转身山 转什么 这也不重要的 然后今天做这个仪式 明天做那个仪式 大家弄得很隆重 放鞭炮 声音特别大 这个也不是很重要的 你们放鞭炮有时候是很害怕的 好像由中日战争开始而已 啪啪啪 当然放鞭炮也是不相伟 但是也不是很重要 只不过是一种形象上 但是我听到的 听说你们在这里大乘佛法继续学习 这一点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佛教徒一边好好地念佛 念佛的同时 大家还是要学一点知识 好多人都不懂佛法的基本道理 这一点相当可惜 不管是出家人 出家人有些已经提广土好几年了 但是佛教的基本因果 基本人生造力 有些人连前世后世都不承认 那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悲的 没有用的了 那你这样没有用的 所以要学习 这是我不管到哪里去 还是我内心当中想 大家都不要太迷惑了 不要太迷茫了 有些人都可能感觉 以前自己的的确确是 有一种特别迷茫的感觉 现在学习佛法以后还是有一种重新过生活的感觉 这是非常的需要 这也不够 你们现在有些人学了七八个月 我收获费钱啊 我现在已经长了翅膀 可以自由自在地飞向我们世间的南天 有些这样认为的 但是也不够 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已经二十几年了 但是我心里面还学 余生自连当中一定要想学 越学越有精 越学越有兴趣 佛教就是这样的 世间的有些知识 我也以前探索过 研究过 虽然我的智慧有限 并不是很得理的 但是在世间我首先从哲学方面 也下过一定的功夫 后来在物理和一些化学方面 也想对人类做一点贡献 但越研究越好像 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后来我专门一段时间 学了辩证唯物主义 我想是辩证唯物主义 要不要对我们的人来做一点功效 但学了之后 也没有成功 后来在佛教的中观 因果 尤其是在加行和普京心方面 我下了一定的功夫 虽然没有开悟 没有什么高的境界 但是我还是坚信不移 越学越有精 自己觉得是没有入片了 现在世间当中有各种各样的 规规一些怪的道 有些是学气功的 有些是学外道的 有些是学这样那样的世间道 所以我们很多人 站在人身十字路口一样 根本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像今天一样 不知道谁通知的 到处都是人 人山人海 来了这里自己也是迷迷茫茫的 到底是给我摩定 给我加持 佛教的终点到底在什么 谁都不知道 迷迷糊糊 那这是不好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要听到一些教法的传承 这个很重要的 得到一些传承 有了传承以后你自己在家里 老老实实地修行 大抹大抹一 大抹生惟 Bonjour 大抹大抹一 大抹生惟轻贻 小抹圣安 clicks狱子 来自三